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3年2月8号星期三 今天呢两次三大股指啊 还是跟前两天的差不多 还是弱势震荡 那么今天盘中啊 整体来讲各股方面还是下跌的略为多一点 那么但是量能啊 以上海市场为例 上证指数的量能明显持续萎缩 是吧 包括深圳市场 那同样也是量能持续萎缩 拿出任何一个板块指数来看啊 深圳市场连续啊 五天量能萎缩 那么以上海市场为例 对吧 那么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其实呢 就是最近的两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啊 大盘最低点基本调整到位啊 这个观点依旧未变啊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小阴线的回踩 其实距离啊 十二月 十二月七号 那个最高点啊 接近三千二百二十点附近 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进一步向下调整的空间已经不大 这一点我务必跟大家说清楚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粉色的水平净现 那就是前面的起点就是2022年啊 2022年这个十二月七号的最高点 三千两百二十二点左右啊 这个位置接下来我说明天呢 盘中可能还会有弱势的回踩 回踩之后呢将收阳线的概率比较大 之后呢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加速上行走势 所以近期阶段性的目标我还是要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我们去年七月五号的最高点 三千四百二十点左右啊 这是未来行情的走势 那接下来啊 我们看看 今天赛道方面发生什么样变化 很明显啊热点千换 我昨天的讲解当中啊 告诉大家 我说人工智能相关热点赛道的个股不适合在最高了啊 可能个股有补涨机会 但是龙头级别一线龙头二线龙头啊 相关的一些热点赛道 比如说机器人聊天 智能内容制作是吧 相关的西方龙头是不能最高了 今天果然如此啊 今天跌幅榜上跌幅最大的就是这些相关的题材 硬生下跌啊 一个是万不三概念 一个是IAGC 也就是智能内容制作啊 然后是这个数据确权 然后下方的ChatGPT概念啊 就人工智能概念 整个呢 今天我们看到 不管什么都是跌幅榜的前列啊 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一个题材 其实昨天我的主线是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新能源车 锂电池 楚南三大热线 可能将重新启动 热点资金呢 将重新跪拢 重新聚拢到这三大主线上来 今天盘中啊 一目了然啊 第一个就是说电池类的固态电池也好 锂电池 纳电池 各种各样的跟电池相关的赛道 今天呢 超大单主力资金强劲流入 固态电池呢 流入18个亿 锂电池流入15亿啊 然后是比如说储能流入将近14个亿 新能源车净流入12个亿啊 果然如此 主力资金呢 今天果然在转移方向 对吧 很快就见效 所以今天切换的这些热点赛道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题材指数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看一下 锂电池最近五个交易日根本就没怎么涨 前三个交易日回财啊 今天是昨天中阳线收涨 今天冲高有所回落 但是盘中啊 看的话量能啊 持续保持稳定啊 还有没有有效 明显的有效的放大 所以成交量没有充分放量之前啊 说行情阶段性到位了 这是不明智的 所以眼下来眼下看来啊 锂电池晒道指数 那么之后的上行将是在2983000点附近 就以锂电池概念指数为例啊 给大家举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开始上行 那么正当上行到什么 就是前高位置附近啊 这个位置 所以锂电池 概念指数 后续仍将持续上行啊 中期继续看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储能啊 储能的话 这里面再给大家把储能的赛道指数找出来啊 就是概念指数 那我们再看看储能 储能其实呢 呃 今天的主力资金强劲流入啊 盘中流入了将近 呃 15个 我看了刚才讲的是10 12个亿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走势跟锂电池基本上是相仿的 呃 前期啊 这个也是刚刚踩到什么 踩到这个 镜线上方啊 这个镜线位置 对吧 下方的是温和放量 站到镜线上方 后续震荡上行的节奏啊 没有改变 对吧 储能呢 也是接下来大家要注意啊 重点的这个要 我们说热点板块浓动啊 之前呢 是锂电池啊 储能新能源车啊 固态电池各种各样的这些 呃 跟新能源相关的赛道 按并不动 那只有什么大科技板块啊 你看到的是 呃 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赛道也好 其他的呃 芯片啊 国产软件啊 元宇宙啊 等等 那都出现一波不错的 阶段性的行情 但是我们说呃 主力资金不可能死 始终啊 就围绕着那么个别的几个热点赛道炒作 没完没了 不会的啊 他也有啊 这个炒到一定程度 对吧 那有个阶段性获利 浮营啊 一旦超过80%的时候 这个时候主力就套现 呃 这个离场的这个冲动 对吧 最起码都作为短线的一些 呃 主力机构来讲啊 那么他也觉得这个地方差不多了 浮营太多了 对吧 尤其是对于散户投资来说 稍微涨一点那就要卖了 所以送应散户投资的心理 趁机洗一把盘啊 所以这两天呢 人工智能赛道啊 呃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主啊 这个呃 赛道指数 板块指数啊 我们看到果然如此啊 呃 那么今天是确实是呃 冲高 是吧 这两天冲高 今天盘中回落 是吧 封石盘当中一目两然 盘中略为低开之后一路下行 那么到尾盘也没有发出呃 一次有效的反攻啊 有效的反击 他根本就有多头就还是很弱啊 多头呢 呃 空头远远啊 占据上风 对吧 所以眼下看的话 这个人工智能赛道 你从技术上来看啊 我给大家做一个 呃 这个 画一张图啊 画一张图 一目了然啊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底部 我们取两个低点 为底部的通道底部的连线 上边呢 我们取这个 去年8月12号那个最高点 我们看一下啊 就这两天 人工智能板块指数 他的走势 刚好那抵除到 粉红色上行通道的上 那么前期就有一次压力 在这地方 预阻回落 下杀 对吧 下杀一次 对吧 下杀的力度还比较大 那么这次呢 又踩到关键的压力位 所以这两天呢 人工智能相关比较强势的啊 一些一线 二线的龙头股 不能再追高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 人工智能 赛倒指数将出现横盘 或者是阶段性的震荡 之后呢 仍有继续上中的这个 这个可能啊 但是眼下 短线来讲 或者作为波段投者来讲啊 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 这些个股 大家要回避一下 尤其是之前呢 涨幅比较大的 短期之内 春节之后 在这一波操作啊 那很多的浮营都比较大了 现在套现离场 这样的一个冲动 非常明显 所以啊 这些热点赛道呢 这两天大家回避一下 明天可能会有反复啊 我建议大家是做一个波段性的回避 那么重点关注说 今天呢 在整体市场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主力资金流入什么 就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电池是一块 你不管是固态电池 锂电池 辣电池 还有什么 钙态矿电池 什么这个 HGT电池 什么topkin电池 等等 这个电池一大堆的概念啊 我认为接下来 还是要注意把握机会 储能 也是一条主线 完了就是 锂电池 今天呢 重点说说 这个固态电池啊 有朋友讲了 固态电池是什么东西 其实呢 这么讲啊 固态电池呢 做的其实 这个能量会更加的 能量密度会更高 据说制造成本 只有我们现在的 磷酸铁锂电池的一半啊 制造成本 同时 续航能力是成倍增加 就它的续航里程 同样用的都是电池啊 就是比如说 一个是用这个 三元锂电池 或者磷酸铁锂电池 那么它的续航能力 可能达到700公里 但是如果采用固态电池 可以跑到1300公里以上啊 冲一次电 跑这么远 另外就是说成本 制造成本 生产成本 固态电池呢 一旦突破这个技术啊 固态成本 批量化生产的时候 制造成本 生产成本 将是现在流行的 动力锂电池的 这个一半啊 成本下跌一半 也就是说 你同样买一辆新能源车 一个装的是固态电池 一个装的是啊 传统的这种三元锂电池 或者是磷酸锂电池 那么磷酸锂电池 这款新能源车它要比这个固态电池最起码价格上要贵上三分之一啊 原来卖30万 现在改成固态电池只能卖只卖20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固态电池呢 续航里才增加一倍 对吧 更加安全 能量密度更高啊 这就是固态电池所所具备的优势 所以在这里面啊 不想不妨跟大家说个题外话啊 现在有的朋友啊 想买这个新能源电动车啊 买比亚迪的买特斯拉的 不要着急啊 有的朋友说家里面我有燃油车 你的燃油车先别着急啊 别着急啊 去去这个去卖掉或者是换换什么车啊 我建议就是如果啊 更划算的话 再多等两年啊 两年之后我认为说固态电池将出来 对吧 两到三年固态电池一旦大规模面试 这个这个性能将大幅度提高啊 续航里程啊 然后呢 你购车的成本将大幅度下降啊 所以未来呢 新能源车的希望啊 尤其是动力电池这一块 固态电池将是最大的希望啊 最大的希望 普及到千家万户 更加清明化 更加啊 接近于普通老外星啊 所有的价位 那么性能也将有大幅度的提高 尤其是在续航方面 但其他的方面也都差不多啊 这个就不提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什么叫固态电池啊 这里面有段话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析啊 一个是 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减质的电池 首先呢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固态电池 他用的电减质啊 是固体的 那我们现在汽车上用的这个动力锂电池用的什么样电减质呢 是溶液的啊 也就是电减液啊 现在用的新能源车的所有的电减质都是电减液啊 不是固体电减质 如果是固体电减质的话 他的能量密度会更高 我们知道固体的密度会大于液体的啊 所以固体的密度能量密度会更高啊 成倍的增加 所以呃 学界认为 锂离子电池已经达到极限 尤其他的能量密度 那么固态锂离子电池啊 就是同样是锂电池也可以做到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近年被视为可以继承锂离子电池地位的电池 固态电池技术采用了锂和钠制成的玻璃化合物为传导物质 取代以往锂电池的电减液啊 大大提升了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啊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那么一则消息啊 昨天晚上看到好像日本的这个据说是成型的固态电池产品已经出来了 计划在两年之内量产啊 据说是充一次电跑到1300公里以上啊 半个小时就把这个电池充满了啊 而且充电的速度会增快了一倍啊 比这个锂电池啊 这就是它的优势 所以为什么今天突然之间 这个一大热门赛道啊 这么强势 固态电池的题材指数 居然涨了4.55个百分点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有些相应的什么 这些赛道上的一些龙头啊 简单的简单的给大家解析一下啊 第一个就是德尔股份300473的德尔股份 今天呢是强势涨停 其实他之前就率先就开始动了啊 那么这家上市公司是典型的 我们说固态电池领域的龙头啊 公司之一 公司自主研发世界前沿的全固态电池项目 主要特征会采用氧化物电解质材料 利用徒步制造技术 开发大尺寸的中尺寸的氧化物 全固态电池 这是他目前的在固态电池业务方面的一个进展 那么第二次是恒电东池 公司在接受调研时表示将组织研发固态电池 旗下三元动用力电池 其他分离式生产 其实他现在只是承诺将组织研发固态电池 但是这个投的力度啊 可不是一个很 应该是一个啊 花大价钱的 不管是人力物力财力 对吧 都要付出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啊 所以说这一块呢 现在仅仅是口头承诺 我认为还不是很实在啊 仅仅是一个承诺而已 股价今天没有什么太多表现啊 所以这也看得出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002709的天赤材料 其实天赤材料呢 他是做这个锂电池 动力锂电池的电碱液的一个龙头啊 但他同时呢 在电碱液技术这一块 他已经开始研究这个固态电池的 这个固体电碱质啊 这一块呢 他已经在什么 已经进行紧密工作 尤其在技术这个这一块啊 现阶段开已经在开展全固态电池啊 用固态电碱质的初步研究 目前又专利布局啊 他已经在盯上盯上这个固体电池电碱质这一块了啊 那么另外就是一家就是讲的就是0022598的山东张股 山东张股呢 是他是公司有家下属 他是参股的一家公司啊 他是专门人就做固态锂电池的 对吧 那么熔柏科技688005 这是科创版的个股 公司已经开发出多款适应于固态电池的高液三约正级材料啊 说自备的四云固态锂电池的这个高液三约正级材料及固态电池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啊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我们说熔柏科技啊 这是这真的是啊 真本实领啊 在在这块的实际上在做的 这些呢 现在股价都在低位啊 都在低位 可以做个适当的关注啊 比如像长城汽车601633公司率先开发出四元正级材料 并基于该材料发布了全球首款四元材料电信 其实呢 是跟固态电池相关的啊 然后下方呢 有一颗三颗星的重点 我们看一下啊 有有几个 比如说上游企业啊 天气里业干风里业 对吧 002466天气里业 干风里业 现在呢 整个调整都很充分 目前呢 底部有这个逐步发量迹象 是吧 今天干风里业呢 收了根大阳线啊 整个来讲 就给大家先啊 分享这么多 今天也是最热的一个热点赛道 那么时间关系呢 今天就不跟大家讲太多了啊 接下来呢 明天啊 我们说已经到周四了 是吧 大盘呢 已经到了关键的支撑位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 3220点左右 对吧 最近三个交易日 其实就在这个上房附近来回叙事 所以明天呢 我我认为有望彻底迎来向上变盘的一个 一个时机啊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给大家看好期待 谢谢大家看好期待